打啦 打啦x4 肯定嘉千確 Takvo 打啦x4 創新潮長303-12 我們 erspite offen笑 到最深的地方 願你的生命 凝靜溫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 准时收看音缘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请到的是 两位文化工作者 我想如果介绍到小野老师 是很多朋友的偶像 包括我自己在那一玻璃中 是他的儿子 形容小野是他心中的巨人 是 我们在这位副子长身上 看到很多令人羡慕的部分 两个人都不是念原本的课系 但是都做得同样 他们自己生命中最有兴趣 最重要的工作 非常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感恩 感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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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很重要的是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来介绍的是 两位合作了蓝龄剧坊的 30周年的整个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真的相当的经典精彩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来谈一谈 总策划小野老师 跟我们谈谈这个因缘好吗 好 就是蓝龄30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聚会 重新在表演过去蓝龄的一些 很精彩的戏嘛 蓝龄30 那也有人做了小小的纪录 就在那一刻 忽然公共电视机就说 蓝龄已经30年都没有人做 那个完整的纪录片 就这样聊起来的 是 是 是 刚才说就问我有没有兴趣 带着李宗一起做 那时候李宗刚好从国外学电影回来 他觉得找我做不太好 因为我跟蓝龄的人蛮熟 找一个完全不太知道蓝龄是什么的 年轻人是不是也更有意思 那我就回来跟李宗聊 就这样决定借这个东西 这个观点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找一个跟蓝龄很熟的人做 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是一个跟蓝龄比较不太熟的渊源的人 你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蓝龄做了10年后 突然在这个 台湾突然消失了嘛 他只有10年的时间 就突然神秘消失后 大家又各自去组了剧团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消失 也因为这样一消失20年后 许多人没听过蓝龄了 是 他也知道李国修的屏风 知道刘洛宇的这个游人神谷 知道李永峰的指风车 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曾经来自 一个叫蓝龄的地方 他们这边均有这个戏剧的热情 在那样风雨当中 他们都非常努力地要寻找 他们自己人生的方向 他们发现了戏剧是他们的最爱 集合的那一天 那个场面我非常清楚 那是夏天 我自己觉得好像有点革命的态势 我是着急人的 我记得要开始讲话 但我也不善言辞 让我记得说了乱七八糟 只记得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开始了 那李宗你当初听到这样的案子 你心里反应是什么呢 你第一个要跟父亲要合作 第二个要做的是一个 跟你一样大年纪的一个剧团 然后不知道他的过去这样子 你心里怎么想这件事 一开始是相当抗拒 因为我想要做创作 我不想要做一个 我不想要写作跟爸爸一样 所以我就念电影 希望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回来第一件工作就是 爸爸跟你合作来做影像的东西这样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在讲 就是我跟他 我们合作 我们曾经合出书嘛 是 所以不管是我们合作的每一件事情 我一开始都是相当犹豫的 就是说是不是要跟爸爸 我是不是要一直在 在这个名字的连结下面 去做这样一个作品 尤其就是我第一个 长的纪录片这样 可是我另外一方面又是觉得 其实可以跟爸爸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本身是相当幸福 就是我们俩可以一起合作 我觉得他也会很高兴 就是我个人相当孝顺的 然后在别人看到我们两个 在那边访问的时候 会一直想笑 一直想笑 比如说我们在访问吴晶级的时候 我们做成一个三角形的状态 比如三角点强问 吴晶级一边被问一边笑说 很少看到这样子 父子 他两个人在那边一起看着我 然后儿子在发问 爸爸坐在画面好像见猪一样 他就忽然觉得这画面好好笑 实在是真的很少这样子 是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很羡慕 就是不一定是羡慕你 是羡慕你 对对对 羡慕说孩子愿意跟你玩 我一直觉得我蛮幸福 从小到大就是 两个孩子都不太嫌弃我 然后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偶尔的聚餐 都是一些老电影人的聚餐 我跟他两个这样讲话说 旁边就有一个 比如肚子之我的好朋友说 我从来没有跟我儿子讲话 这样交头接耳 我好羡慕你 他讲羡慕的时候 我想这不是很普通吗 我们不是哥们两个在聊天 怎么会这个画面 会这么刺激他 他说因为我们父亲 还是蛮严肃的 儿子看到我都会怕 他才不会跟我这样摇耳朵 他不是一个很严肃的父亲 我不严肃 所以他跟我在一起 完全是 好像哥们两个聊天 在讲什么事情 那你怎么传达一个严肃的事情 给儿子知道呢 比如说在 也许在拍纪录片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传达一些很严肃 你觉得是跟他可能是意见不太一样 譬如说讲蓝灵 我就会想到非常多事情 对他来讲 那只是一个他刚刚出生的时代 蓝灵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单一事件 我就开始 就是一下把台湾的那个70年代 有云门五籍 有民歌 慢慢从70年代跨到80年代的时候 有蓝灵非常重要 因为他解放了肢体的表演 他不是一个戏剧 他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氛围 好像也在解放中 文化现象 所以蓝灵为什么在做的时候 文化界的人非常兴奋 因为他总觉得说台湾有舞蹈 有民歌 有自己的文化 可是就是没有戏剧 老是演一些话剧好像太旧了 就没有一个新的戏剧 把肢体跟表演方式解放 到后期蓝灵之后几年 我自己投入台湾新电影的时候 我们大量用蓝灵的演员 是 发现话说我一遇到他 就跟他讲了一大堆蓝灵多么重要 他一开始想要做是非常广泛 他讲台湾历史这个 一文是台湾历史 台湾文化的一个演变 而且是环环相扣 事实上我们后来的新电影的八年 用了非常多蓝灵的演员 而且后来那些新导演还有观念 每次一部电影要开拍前 所有的演员来了 第一件事情 交给蓝灵训练三个月 开始演 以前没有这种事 以前大明星来做了就开始演 演戏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哪里还需要训练 所以蓝灵带来的 我跟李庄讲说蓝灵带来的 不是一个单一的戏剧的革命而已 它是一个文化界环环相扣的 而且互相刺激的 我今天推出一个什么戏 导演都会来看 看完之后它会刺激他的创作 你看蓝灵推出了一个这个戏这个戏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是一个这样子的互动的 我去讲到最后 只差没说你要访问我啊 结果 我们是有访问 我没有访问你啊 没有 我们其实有访问爸爸 可是都不用最后是 这次访问是完全是为了 满足爸爸的那个 你有被访问 真的吗 真的有拍你啊 可是没有放进去 没有放到最后的影片 所以爸爸不满足 我是放开玩笑说 你问我我很会讲 因为这个时代怎么来东西 我全部都有参与 是是是 我说它是完全有关 他说他就看着我说 又不是你在拍 他讲那么多 那么大伟大的东西 对他来讲 他的兴趣不在这个 横向的历史发展 他的兴趣在每一个人 很有趣这样 是是是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蓝灵巨坊的团人 他们在做暖身运动 这些团人 他们都不是职业性的 他们甚至没有舞台的经验 没有舞蹈的基础 但是他们投下了 所有休息的时间 他们认真地在学演和学跳 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为了要培养他们的创造力 他们首先要懂得放松 而且要懂得怎么样 是熟悉自己的语言 以及他同团体里面的人的 各种的声音和动作的这些语言 其实这种肢体的一种追寻 这个来临早期的时候 做过很多 对一个新进的演员来讲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你先套到 什么角色不角色的问题 你先找到你的自由度在哪里 你的想象力有多少 这种练习呢 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门 打开了 这个开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剧场里面 是不要找答案的练习 不要找答案的训练 就是所谓的审判思考 在这思考当中呢 其实就会有些狂想 所以慢慢慢慢呢 它就会展现出 所谓的挖掘出 我过去的恶作剧 跟一个所谓搞笑的基因 所以终究最后剪出来的作品 爸爸的部分 还是没有放进来 对不对 那所以 而且爸爸的想法 说要派一个时代的 那个文化的那个历程 你还是focus在来宁上 对 可是其实时代文化历程 就是一开始 我们就想要做的东西 就是没有办法 像我爸说的 做到这么多 就是包括讲新电影的东西 因为这样的话会让 就是我会担心说 焦点会比较模糊 因为已经是在讲 南宁剧房的一个纪录片 所以后来我们做 还是以时代的 我们时代当作是一个背景的走向 然后我们把南宁的过程 在这个主轴上面 慢慢去凸显出来这群人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因为我都不认识这些 南宁剧房这些 对我来讲非常陌生 所以我反而是很有兴趣说 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要在 那个时候做那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是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点 为什么这件事情有意义 反而是对我们完全 不认识南宁的人来说 比较重要 所以父亲的一些 我认为他对于 来临剧房的一些精神跟魂魄 确实是在这个纪录片里面 我个人感觉到是非常的清楚 而且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纪录片拍得非常的准确 那个准确是来自于 我真的看到非常的感动 以你这么年轻的工作者来讲 看到这么璀璨的一个年代 这么精彩的人聚集在一起 这样子开支善业 影响了电影 影响了后面的所有的一些 文化的时代 你自己看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自己是非常被启发 因为我做的工作 我去念的东西 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算是艺术这样 我当然不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我就非常 对于能够有这样的精神 是非常崇拜 所以当这些人我都不认识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都非常会讲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其实是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剪接的时候 这每个人都非常会讲 他们讲话的速度 是一般人的两倍 所以剪接师在剪接说 他们讲话速度非常快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下刀 非常非常难剪 而且每个人都这样 所以如果都剪在一起怎么办 那我们就只能去挑 最精华的地方 然后在什么地方断 对剪接师来讲 是可能大家挑战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 每个都有多么会 表达他们自己的那个意义 他们每个都是表演者 所以肢体员也特别丰富 所以其实来 如果这个电影好看 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 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还有他们的特色 那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 我好像走进一个时光隧道 我看见那一群 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纪 的那一群 30年前 也差不多跟我这么大 他们选择做一项工作 那他们那个时候的 资源是更不 更不充足 然后他们可以接受的资讯 是更少 可是他们做这件事情 做做30年 那我就会看完就问我说 那我自己能不能 一做也做30年 我是不是60岁之后 我还会像他们一样 站在这边 然后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我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是相当 就是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我好像在看一个 我在看一个过去 我在看我自己的未来 许多时间之后 长大了的我 刘静明或者李国修 或者是卓明 或者是这些人 他们才会逐渐回头 想起当年 查了一些莫名其妙的 秧苗 长什么样子 我只觉得越来越轻松了 演戏越来越好玩了 我们在台上笑的时候 已经不需要几妹弄眼的笑 就真的你就可以笑了 然后彼此互相台上 一望的时候 就有一种想要恶作剧 或者是想要好玩一点 或者是你随时要摔跤 我知道什么时候 最快速度可以辅得到你 这一类的那种把握度 确定感就越来越舒服 我觉得那一年多 在甘心地板上打滚 被吴敬奇训练 是很刻苦 很无为 就是无为到一种 我们心里都开始烦躁了 就是吴敬奇说 不要急得以演出为目的 你根本要忘记演出这个事情 那开玩笑 我没有演出 我心里想 没有演出做目的的话 我为什么要在地板上滚来滚去 真的太青春了 青春到我们可以 如此大量的浪费 我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这个年代里面 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年代讲的是效率 我们之前讲的是投资报酬率 所以年轻人就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今天做这件事情 我可能在多久之内 我要得到些什么 但那个年代里面 讲的不是这个 他就是 像金星姐在里面讲的就是说 他觉得很浪费 我们花了多少年的时间 在那边就是训练 就是发展 一直还没开始表演 对 然后没有表演 好几年了 对 那我觉得 这个部分其实在年代上的冲击 我不晓得对于李仲来讲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在这个不同的概念的年代里面 我要处理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气吧 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勇气 但我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有时代条件 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这个纪录片 我们刚刚讲 爸爸讲那个年代嘛 那我们其实在讲 我们归类这个年代 就是属于战后婴儿潮 这一代人 他们是属于 他们某一方面是 他们从一个 就是战争结束之后 就是白费戴心 然后大家 其实在 经济状况来讲 是在起来的一个状况下面 所以他们反而每个人都很有信心 就金星姐在访问的时候 他会说 我知道我如果不做戏 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成功 他在那个年纪的时候 他那时候可能就是 他就说 可是我就是要做戏 就是因为反正我做什么都会成功嘛 那我就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才是我最有兴趣的事情 比较少人做啦 对 那现在我们这个年纪 我们就没有这种自信说 我现在这种经济环境 我做什么我都会成功 我卖什么我都可以卖 不会 我们一出来就很害怕说 我们经济是在下坡 所以我们时代是有差异的 所以他们的 应该说他们的优势是在于这 就是他们的经济环境 是大家都起来 每个人都有信心 那他们之间相对是我们来说比较少的 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比我们有勇气 那这个勇气我就会说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比较缺乏勇气 因为我们现在环境比较 比较多考量的事情 那他们那时候真的是很有勇气 那我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勇气的话 我们也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 小李老师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为什么你们那一代会这么精彩 就是你们的这个 艺术家的这个性格精神 为什么如此的纯净 然后你们的这个反省力又 特别的强 所以在那个时刻里面 就感觉到 你刚刚所讲的 我很同意 就是那边的时代 造就出来的人都好精彩 像小李老师你也是 就是这么的纯净 然后 我不会很纯净 好多的寝思 然后创作力源源不断 我觉得资源 其实我们资源是很匮乏的 那个年代 要听一张唱片 要看一部经典电影 都蛮匮乏 可是可能就是在那个匮乏里面 百费戴心的时候 机会很多的时候 大家很向往一个 精神层次很向往一个 一群人来做点什么文化什么什么 就像说蓝银的人其实很爱看电影嘛 他们也是在台影 去看欧洲的伯格曼 高达 大家对精神层次的艺术的层次向往很高 可是看到台湾当时的环境 好像也没有什么 台湾那时候经济起飞 反而大部分的人全部投入经济生产 艺术这个部分 只有少数人很感兴趣 可是少数人偏偏就是精华 因为他可以放弃经济的最主去工作 这些人可能就是精华 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 做电影 做戏剧 做什么 正好都是非常精彩的人 那李宗当初 要做跟不做之间 我当时有两个想法是 这个做很好做 因为这些人每个都很会讲话 你只要找到他 保证可以讲一个故事 所以第一个我跟他讲说 这很好做 第二个他也很难做为什么 这群人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组织 把这些都丢光光 其实后期的 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开剧场的时候 反而说好完整 屏风剧场 他们有前车之间 他们自己重新开剧场的时候 都有人沿路拍 拍纪录片 他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在里面看到每个片段 都是我们花见心事去电视台 有没有新闻报导的时候 还留下一点点残余的 还有就是个人有没有自己 因为他是粉丝 他年偷拍了一些 或者是有人刚好做了一个 什么纪录片 他要比赛等等 就是来源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看这个东西最难做 就是来源 你除了访问之外 你要他们的当年的表演自己 结果我觉得上天真的很帮助我们 就是我们不同地方找到 甚至于当年最早的开始 他们在做运动 是啊 是在观企社 原来他们有一次是 在观企社拍他们 是 所以你们重新表演 也是像记录一个纪录片 想记录他们 一个电视纪录片 当时我们就是 把它记录下 然后观企社刚好有比较有组织 把它保护着 片子不太清楚了 可是类似这样 第一场表演也有一个粉丝拍到的 模模糊糊糊的 拍到之后自己藏起来 就被我们遇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东风西风 为什么弄了三年 这时间好多是在寻找他的过去 当年的记录 因为纪录片这个东西真的很珍贵 可是我觉得好有价值 那他们自己人都 自己都吓一跳 他们早就没有 他们手边也没有任何东西 那一晚上的演完之后呢 全场掌声如雷 我们自己都很亚裔 因为呢 在那个整个排练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无法想象 当天晚上演出的盛况会是什么 南海鲁国立书馆 从物具时代新建完成 一直到河洲金边那一晚上 从来一晚上 没有一个晚上是有这么疯狂的夜晚 我相信大多数的观众 在那个时候来讲说 他们也是第一次的经验 就是啊 可以有一个舞台剧 跟台上跟台下打成一片 出德门来 先这么一百 再这么二百 再这么一五 嘿 你就成了二百五 你在这玩笑吗你 我不是玩笑吗 我说的是真的二百五 你演了你不敢演吧 不演了我就自个人演了 二百五 你还听见 来吧 往前了 往前了 从飞演吧 二百五 以前笑场是多大的一个经济 演员笑场怎么可以 可是这个戏不一样 你可以很放心大胆的 就这样笑 甚至于你故意这样笑 观众完全不会觉得突兀 然后观众觉得不会 觉得不会感觉到说 被冒犯了 李中在拍这个纪录片的过程 你自己个人觉得 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最困难反而是就是 刚刚第一个是寻找 就是老资料 因为他们的这些话都有 可是我们没有画面去 去搭在旁边 就是比较会 只有他们讲会比较少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因为它实在是一个太广大的东西 当你反过每一个对象 他们讲的东西是讲他们自己的那一块观点 有时候基本上是跟我们 比如说跟访问金氏捷 访问黄彰 访问卓明老师 他们讲的是三个东西 是完全是三个不同的方向 因为他们每个人的经验 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是 是有搭在一起的 可是很多东西是他们各自的 自己的生命经验 尤其是黄彰老师 因为他自己后来又 去出去做笔记剧场 那他走的是比较 身体表演的路线 跟他们之前这些续绩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反而就是刚刚我们讲说 我们一直在整理素材 到底我 就是应该是回到说 到底我们这个东西想要讲什么 到底蓝铃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 那在我们有一些 没有用在里面的画面 就是我们就有问说 他们会觉得蓝铃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每个人都会就 最后他们结论就是说 蓝铃好像是一种精神 好像又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 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的一个东西 但是要说其实蓝铃人嘛 又他们也不觉得他们是 他们只是蓝铃给了 他们这样一个能量去做 就是他们给我的都是这种 就是很难界定一个东西 那也许这个 为什么到底什么是蓝铃 就是我们一直在去做 这个纪录片 想要去探讨的东西 就是也许我们如果有个答案 或者是没有答案 但寻找答案的过程中 也许我可以看见 台湾这个时代的这一群人的一个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东西 这个很核心的一个价值 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是勇气 可能是一种无所畏惧 但这个通的东西 就是包括在蓝铃这个下面 我想蓝铃剧访 有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价值 就是吴敬级博士 在当初引进了一个 非常新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概念 所以是不是每一个时代 就是我们都很渴望 这样一种新的新的东西 能够灌注在这个 这个教这个花一样的 教这个艺术 所以小语老师 你是其实像新浪潮电影 你也是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投入的一个改革者 每一个时代都很渴望 这样子的一种蜕变 你可以跟我们看看这次 对 向往 就是很向往一个时代 向往自己的社会 往前进 所以你会拼老命的 守住一个东西 一定要把它突破 好像为了这个环境 也为了自己 背水一张 因为不突破 你人生好像没有 更大的意义要做这样子 是是是是 所以那个像包包吴敬吉教授 他自己来自一个 很淳朴的宜兰的海边 一个乡下的小孩 非常害羞 有一天他到了美国 去念了这个心理学以后 有机会结束 老妈妈剧团 他也忽然很想把这个带来 带回到台湾来 然后就很多东西都是因缘气味 碰上 他就全力的投入 他的人格特质是一个 非常愿意一直这样子 在做幕后的 一直表演的 然后他对人认为说 不要那么急切的 有什么功力的 一表演完就要表演 是 上台有收入 他一直对这个觉得 人更重要是自我的心理 跟解放是比什么重要 所以他让他们一直耗一直耗 所以这段李宗拍的蛮长的 因为我后来发现李宗选择是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跟他们哪一样是比较突破的点 他并没有想要去介绍 蓝铃的这么多的戏 不让那个两小时 大概摆不下 所以他蛮锁定的一些 就是他 他不只要介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跟背后 他一开始一直问我说 这些人在一起一定谈恋爱啊 谁跟谁 哎哎哎 我说你是想排八卦吗 我说不是 因为这些人 不会那么单纯的一直演戏 他们一定互动 互动就有爱情 爱情就有什么什么 所以他care是 那个人摆在那个环境中 他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个很有趣 就像您刚才讲说 我们在一起做电影 那个心情也是非常像的 窝在一个房间里面 天天一直在讨论 要拍什么戏 然后你的戏我帮你做 我的戏你帮我 大家都很想做一个整体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个人的英雄主义 是 小小师非常谢谢你 谢谢 能够跟李中 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来分享你们这段父子情 还有拍了这么重要的一个 蓝人30的纪录片 非常要感恩你们两位 也祝福两位 希望下次有作品的时候 来到大爱电台 再跟我们聊 谢谢 老师谢谢你 李中谢谢 谢谢 谢谢 我们的节目实现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要感谢的是潘导波 与大电视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乐小剧 我们下次再聚感恩